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愿解如來真實意 愿解如來真實意 阿彌陀佛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繼續來看解身蜜經 解身蜜經呢 我們談到觀 觀叫做批佛神 那麼分別於切瓶 裡面最主要 解身蜜經的分別於切瓶 最主要是在談子觀的修行 然後分辨 止觀的差別 然後分別各種止觀 那麼我們已經把止 講完了 那麼我們再來講觀 那麼這個地方呢 有點複雜 有點觀念不容易了解 所以慢慢來 要同學們多注意集中 然後慢慢來 那麼我們今天有新的講義 有新的講義 所以你們都可以看 首先呢 那宜解釋地論呢 他說有四種觀 叫做四種批佛神 四種批佛神 當我們觀的時候 他說觀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在 在你看在那個 解身蜜經裡面 這個是解身蜜經的原文 他說 既如是三摩地所行 影像所知意中 人正施責 最極施責 周遍巡視 周遍視察 若人 若樂 若慧 若見 若觀 市民 那麼這裡的關鍵點 就是那四個 那四個呢 就是 人正施責 最極施責 周遍巡視 周遍視察 那麼這幾個呢 只要你能夠知道 它是什麼意思 你就能知道 所謂的觀到底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一定的清安樂呢 你到底要 把之前所學的法 拿來觀 那到底要怎麼觀 要觀什麼呢 這裡就講了四個 四個 人正施責 最極施責 周遍巡視 周遍視察 就是這四個 那麼這四個呢 在語協詩地論裡面呢 它叫做 四種皮箔舌 那麼所觀定 就是 三摩地影像 所知意 什麼叫做 三摩地影像 所知意呢 就是說 藍色的看得清楚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這個不是 這個是所緣嘛 對不對齁 那麼這個心 心要 開始修殘店的時候 射心所緣 然後把所緣呢 射住一個影像 這個叫做三摩地鎖型影像 這個就叫三摩地鎖型影像 所以當我們開始 關的時候呢 並不是關外在的這個所緣喔 而是 關這個三摩地鎖型影像 這時候關是關這個影像 這個影像呢 就叫做三摩地鎖型影像 三摩地鎖型影像 那麼對這個影像做什麼呢 做施責 最極施責 周遍巡視 周遍視察 周遍視察 那麼 關到什麼程度呢 要能夠 認解 認識 然後深刻了解 然後呢 要有起 那種 由 對政法 理解 觀察 深刻認識之後呢 要能夠離除障礙 離除煩惱 不是斷喔 只是暫時降輔而已喔 然後 有分別推求 然後觀察 下面呢 都是關的譯明 所以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講 我們現在就要來講 那你開始關的時候呢 要怎麼樣關呢 四種 疲婆舍諾 就是語學勢力論講的 那麼 也是對於 解勝命經的那種 人政思者 罪己思者 周遍巡視 周遍視察的 做了一個解釋跟註解 第一個 什麼叫人政思者呢 就是 於進行所緣境界 或善巧所緣境界 或進或所緣境界 人政思者 盡所有性 就是觀察 所緣影像的 什麼像 指向 對不對 觀察這個所影像 盡所有性喔 不是盡所有性喔 第一個是要觀察 第一個是要觀察這個所影像的 志向 這個叫做 盡所有性 對不對 也叫做人政思者 從志向開始關起 第二步 觀 什麼 共向 就是罪己思者 由志向而入共向 由志向而入共向 那麼你說師父 為什麼不能直接關共向呢 可以 當你 很善巧 很熟練 對經教 非常了解明白 那麼 你對著禪修的功夫 也非常好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直接關諸法共向 但是剛開始的訓練 一般要從志向而入共向 志向而入共向 志向而入共向 那什麼志向什麼共向 等一下我會拿屬習官來做一個解釋 那麼再來 最極失責 不對 周片巡視就是 於所緣呢 巡視六視 於所緣巡視六視 叫做 異視相品實離 這個就更進一步了 這個就更進一步了 也就是說 除了觀志向共向以外呢 進一步還要做 志向共向更微細的觀察 所以你看 他是一步 從粗 到細 一步一步的教導你怎麼觀察下去的 所以叫做 異視相品實離 這個是什麼 等一下我會解釋 最後的周片視察呢 就是 異視相品離呢 重複的再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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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周片視察 周片巡視 然後周片視察 所以呢 這裡有一點分別啦 一般不會這樣分別 但這裡有一點分別 就是說 巡視呢 是初開始的維系觀察 那麼視察呢 是對巡視所觀察的東西 再次的肯認 這裡有這樣的維系的一點點分別 所以叫做 周片巡視 周片視察 這個就是觀 好 那麼同學 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上禮拜我大概講一下 好 那麼什麼叫做 周片視察的異視相品實離 這上禮拜講過 大概再複習一下 也就是說 異 是指 語言明相的內容 也就是 對法異 你要了解 你現在修什麼法 你要清楚明白 你現在修的職 還有修的官 到底是什麼 你要清楚明白 你修 褲席官 褲席官是什麼 怎麼修 是什麼 有什麼作用 你要清楚明白 要學習得清清楚楚 你修不靜官 不靜官到底有什麼作用 不靜官到底是什麼 怎麼修 你要清楚明白 所以這個叫做義 你知道 在那個經典裡面 佛陀常說一句話叫做 獎金說法要 法饒益 要易饒益 要犯恨饒益 饒 饒就是利益 饒了我那個饒 法饒益 那個利饒益 還有犯恨饒益 法饒益是什麼呢 就是要說對的法 對對方有幫助 什麼叫做對對的法 對對方有幫助呢 比如說這個人 他根本還沒有具備解脫的這種 智慧 那你不要一下子跟他講空啊 無我啊什麼 然後他會整個搞不清楚啊 然後會落入斷面啊 搞不清楚那什麼 所以這時候你就跟他講 世間法 對不對 這個叫做法饒益 那麼這個人如果具備了 初世間的這種智慧還有根性 那麼你就不要跟他 光講善法就好 光世間善法 你要跟他講 初世間善法 這個叫做法饒益 就是針對根基呢 要講他 對他有幫助的法 那麼這個人如果是大乘根基 你要就跟他講大乘的菩薩道 這個叫法饒益 而且講的是要對的法 你不要 我講跟你講世間的 結果你跟他胡說八道 還有不只是法饒益 還有義饒益 什麼是義饒益呢 義就是法裡面的內容 比如說你說 這個人是一般的根基而已 是世俗根基的 來這邊做 是世間善法的 那他沒有辦法學出世間善法 那我就講一些世間善法 那你講的世間善法 比如說你要守五戒喔 好你講守五戒是對的 是沒錯對不對 守五戒沒錯 但是五戒的內容 你不能跟他亂解釋啊 五戒的內容 你不能跟他亂解釋啊 說啊那個拖到 拖到就是大的不要拖 小的小的無所謂 對啦 那這樣就 這樣就亂解釋一通了啊 對不對 那也不能講說 啊我告訴你喔 那個殺喔就是說 我告訴你喔 殺到你連那個水都不能喝喔 你那個水喝的話裡面有蟲 他說我看不到啊 那看不到裡面一樣有蟲 那還是錯的 因為 如果你不了解你就要亂解釋的話 你會搞到連生活都沒辦法生活 因為 人家講說 有蟲沒蟲呢 不能用天眼來看 要用肉眼來看 這才是對的道理啊 這樣各位了解嗎 所以你不但在法上要正確 你連法的內容也要正確 所以叫做法饒益益饒益 還有一個犯恨饒益 講的東西呢 必須鼓勵他去修行 犯恨就是修行 所以這個叫做法饒益益饒益 講經說法一定要具備 盡可能的去法饒益 就是講的法要正確 意饒益內容要正確 犯恨饒益就是 講的這些呢 必須讓他鼓勵去修行 因為如果你沒有犯恨饒益的話 你講了一大套 實際上沒有 最對他真實的生活 還有他的身心的調整 沒有幫助 因為他只知道一套 但是他從來沒有在做 所以叫做法饒益饒益 犯恨饒益 所以這裡的講的意是什麼呢 就是內容 你現在學的這個東西的內容 你要清楚明白 對不對 你念佛光佛像 怎麼觀你要清楚明白 為什麼要觀你要清楚明白 有什麼幫助 能夠到達什麼程度 你要清楚明白 你不要跟我說 我光念佛號我念 不管念什麼佛號 有些人很錯誤啊 我念念念念 我就可以念到 解脫正德 無上正等正絕 不可能的事情 有人這樣跟你講就是胡說八道 就不符合法的意的內容啊 這樣各位了解嗎 如果你任何法門 不管是念佛官 不禁官 還是屬席官 他都是 什麼 世間共元而已啊 對不對 是什麼所緣 進行所緣啊 是能降伏的而已啊 降伏你的煩惱而已啊 如果你是觀這些志向而已 能降伏 但是你要出示解脫 你必須要觀共項啊 你必須在令活官也好 屬席官也好 你必須要透入 諸法實相叫做什麼 一切法無常 一切法無偶 你要這樣子透入 你才有辦法解脫 所以變成說 這個意你要認識正確的道理 就是這個意 還有是 就是你觀這個東西的具體內外事 到底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會舉個例子來講 還有 相 志向共相 明白了嗎 志向 就是萬事萬物 個別的特性 但是我們講萬事萬物的時候呢 佛教講的一切法 跟你們外面講的一切法 不大一樣喔 師父常常這裡講萬事萬物的時候 並不是說 那個地球 那個月球 那個月亮 那根草不是這樣子 師父常常或是經典上講的 萬事萬物一切法 指的是身心跟對外的交涉 叫做一切法 為什麼必須身心跟對外的一切交涉 因為我們 學佛 對不對 了解佛法 不外乎就是說 我們身心跟對外怎麼去認識 對外跟認識交涉時候產生什麼問題 那麼這些問題才是我們要解決的關心所在 你不要去 離開我們這個身心生命的認識 跟相關性 然後排開這個 然後去談外面的宇宙萬物大地這些 在佛教來講沒有意義 因為為什麼跟煩惱沒有關係 這樣各位了解嗎 所以當佛教講一切法的時候 他說五印十二入處 因為五印十二入處 無外乎就是我們自我的身心跟外界是怎麼交涉 問題是怎麼產生的 都是在談這些 所以我在談志向共向的時候 很多時候談志向的觀察 也不外乎就是進行所言那些東西 觀察五印 觀察十二入處 對不對 然後有五停心觀 你看這些 子觀觀的都是跟我們身心有相關的 都是能夠降伏煩惱的 離開了身心的煩惱跟降伏 離開我們的身心 來談一些其他這些東西呢 意義不大 不是佛教的重點 一定要抓住這個 一定要抓住這個 不要再不要 不要離開師父 跑來師父 師父那個佛教怎麼解釋美人語 我怎麼知道師父佛教怎麼解釋美人語 師父佛教裡面有沒有認為有獨角獸 你這樣問我的話意義不大 這樣了解 師父那個五印 照見五印間空接空 那麼五印怎麼空 這個有沒有意義 這有意義啊 五印就是我們的身心嘛 怎麼樣觀察我們的身心無我 這才是意義重點的所在啊 你不要跑來跟我講什麼 獨角獸美人語啊佛教怎麼看啊 那這個東西跟我們身心解脫 沒有太大關係 得住這樣明白嗎 好 接下來 平 黑平白平 黑平就是二 白平就是三 這我等一下會講 還有十 三十 過去現在未來 任何時候都可以有過去現在未來 不一定是三次啊 當我們講三次三十的時候 不是特定的哪一次啊 而是你任何時候都可以有過去現在未來 那麼禮 關帶道理 作用道理 正程道理 還有法法道理 這個我上次講過 現在呢 因為我這樣講過之後呢 你一定是懂不懂 我這樣講過之後 你清清楚楚明白了 舉手告訴師傅 師傅我都懂了 你一定不懂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懂 大概知道 可以抓個四分五分 那沒關係 因為這樣講太模糊 來我們舉一個具體的市政 或是具體的例子 不是市政啊 具體的例子來說明 巡師六四到底是什麼巡師 你們那個講義上游喔 你在旁邊做一些筆記就好 首先 一屬襲行思六四 義 當你關屬襲的時候呢 屬襲的義到底是什麼 經上這樣講 他說 論上這樣講 他說 一入出襲念 真上正法聽聞受詞 真上立故 有沒有 也就是說 你要了解屬襲 你要修屬襲的第一步 你一定要聽經文法 然後了解屬襲官 他到底是什麼 他怎麼操作 他怎麼定義 他有什麼作用 他在子官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你就是要這樣明明白白聽經文法 清除了之後 你才能去操作 所以叫做 一入出襲念 出入襲念 就是出入襲官 然後 真上正法聽聞受詞 真上立故 能正了之於出入襲所緣境界 細心了達無 無妄明記是阿納波納念 阿納波納就是入出襲 阿納波納 就是說 總之一句話 你現在了解 入出襲的各種狀況到底是什麼 這個叫做尋思意 這個叫做尋思意 叫做尋思意 什麼叫做尋思事 什麼事 系屬身故 這個字裡面的字有點錯 他是這樣講的 他說什麼事呢 系屬襲的襲事 這個東西是一件事 那你要尋思 那尋是什麼呢 系屬身外故 是外觸射 還有內觸射 是有內外的差別 什麼叫做內外差別 我們氣息有沒有內外 當然阿 這個氣裡面吸進去 這些氣是外在所尋嘛 所以叫做尋屬外在嘛 那但是你吸進來的時候 這個氣是什麼 是內射 是內射 對不對 系屬於深 是不是這樣子 那你把這個氣吐出去的時候 就由內向外了 那你把這個氣吸進來的時候 就由外向內了嘛 這個叫做襲事啊 叫做襲的這件事情 所以叫做要知道是 這樣了解嗎 所以當你集中射心在這裡的時候 似乎不是叫你說 去觀察襲的出跟入嗎 那這個襲的出跟入 叫做襲 叫做襲事 襲的這件事 所以你在觀什麼 你在觀襲啊 你射心其中在這邊 那你怎麼知道射心其中在這邊 射心其中在這邊 因為氣的出跟入 你去觀察 你才知道說 喔原來我有射心在這裡 對不對 依襲這件事而修 所以叫做是 到這裡這樣 對襲的刺清楚嗎 了解齁 好再來 襲的相 可分為志向跟共向 什麼叫做志向呢 尋思襲 入襲有二 出襲有二 什麼叫做出襲有二 入襲有二 入襲有二 出襲有二 他論上次 他註解是這樣解釋 對於論的註解 是這樣解釋 他說什麼叫做入襲有二呢 剛入襲 是一個 對不對 還有中間的這診斷 是一個 所以師傅將想說 你屬出入襲的時候 你不能剛出 你不能剛 喔剛進去這個 我知道 氣進來了 但是中間呢 你忘了 跑掉了 所以剛出 剛入襲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 你要必須明白 中間的這診斷 你要叫做襲身 你要清楚明白 這個叫做入襲有二 剛進去的時候 還有中間診斷 一直進去的時候 比如說你現在 屬入襲 開始 開始呼吸的 吸氣對不對 然後 一吸 知道氣進來了 清楚明白 知道 中間 診斷 明白 了然 一直 一直 這一段 清楚明白 所以這個叫做入襲有二 那麼出襲 當然入襲有二 出襲一定有二 氣剛出來 你不能 出入不知道喔 入跟出搞不清楚 如果搞不清楚 就表示你心跑掉了 所以一出知道 現在換出氣了 剛剛是入氣 現在換出氣了 那麼一出來之後呢 中間這整段的出氣 你要明白清楚 清清楚楚的明白 這個叫出入襲有喔 還有 若風入內為入襲 若風出外明為出襲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但問題說師傅 這個那麼清楚 為什麼他還寫 是啊 我們平時明白清楚啊 但是你在觀察的時候 就不明白不清楚啦 為什麼 因為心會跑掉 對不對喔 所以他對入出襲的定義 清楚明白 叫做 氣進去叫做入襲 氣出來叫做出襲 他是這樣定義的 然後 互正了之 我們現在在講這裡 志向有沒有 互正了之 如是為長 入襲 出襲 如是為短 出襲入襲 要明明白把去觀察 襲的 各種特性 包括他的長短 其實 如果要講的話 還有包括冷熱 都是觀察的對象 都是觀察的對象 你必須藉由這樣的訓練 才能慢慢的把觀的這種 那個技巧 訓練成熟 如果你能訓練這樣的志向觀察 清楚明白了然 然後成熟的話 接下來你才能訓練共向 不然有時候你要直接觀共向很難 所以很多人喔 口口彈空行在有蹤 什麼叫做口口彈空 動不動一切法空 一切法如是 動不動本來如此 本來是否 問題是 這些諸法共向 不是那麼容易觀的 也不是你常常可以掛在口頭上念啊念的 你真正在修行 止觀的時候 他都他有他一個次第的操作的 不是你隨隨便便講 誒就是入定的時候觀一切法無我 是啊 用嘴巴講比較快 問你入定你怎麼觀一切法無我 對不對 所以他必須像這個他就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論 你看論 還有經 很好的經很好的論 他說告訴你 清清清楚明明白白說 止觀是怎麼修的 那麼很多同學來這邊聽課 聽到慢慢講到這裡呢 我相信有些人會有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觀的感受 有一些人會有感受就是說 啊原來是這個樣子 以前懂得都迷迷糊糊的 聽人家講 啊禪定相應 定會雙印 定會相應 指觀雙修 喔 談到好像很容易的樣子 談到好像每個人都很容易啊 一坐下來 嗯就入了 好像很簡單 現在才反而到說 原來沒那麼簡單 如果那麼簡單 為什麼 那大家都開悟了 到處都是聖人 原來是沒有那麼簡單 這是一種正面的 所以呢 就會發心用功 繼續用心休息 盡心用心聽講 繼續用心去修 另外一種 蛤 這麼麻煩喔 那我找一些簡單的好了 我告訴你 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修行更沒有白癡的午餐 修行方法沒有簡單的 簡單的就叫做方便 是引導你入門的方便而已 如果是簡單喔 那就只是引導你入門方便 你真正要往上提升的話 絕對不簡單 師父真的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講 你真正要修 要入門往上提升的時候 絕對不簡單 這個不簡單包括 包括困難 也包括複雜 這個複不複雜 當然複雜啊 但是你真正要止觀 要學的時候 能不能不學這些 還是要學 你真正要打坐要止觀 要殘修 你就是要學 你這些搞不懂 有沒有 第一個不是告訴你意嗎 要清楚明白 你這些搞不懂 你就是沒辦法學 你在操作之後就會出現問題 你不要以為坐下來 喔 開始弄 喔 我就叫打坐了 你如果這些不懂 你沒辦法操作的 你沒辦法操作的 那麼你會問說 那麼為什麼金要講得那麼詳細呢 我以前沒有講過說 我在台灣獎金的時候 有一個算是 一個大公司裡面的高級幹部 非常非常大非常大的公司 可以說台灣的第一大公司 裡面有一個非常非常高的幹部 他也是很邏輯的 頭腦很清楚了 他以前喔 對佛教也都是一知半解 都是在於那種好像把佛教當成是有點 他也不敢說完全是迷信 但是他認為說 佛教就是到試驗去啊 送中心啊 拜拜佛啊 都是那些年紀比較大的啊 或者是你們這些女人在修 在信仰的 他常常 因為他跟他老婆一起來嘛 然後他常常是這個 這個想法就是說 你們這些 就是說頭腦還不是很靈光的那些在修的 就在信仰的 他一直這樣認為 那麼他太太跟他講說 他說我們師父在獎金喔 不是那麼簡單喔 我告訴你 你不一定聽得懂喔 他不信邪 他說哪有這種事情 因為他畢竟受過高等教育 然後又在公司當高級幹部 他會覺得說 我這麼複雜的這些 怎麼東西我都搞得懂了 為什麼你那些 他覺得佛教是 就是去拜拜佛 念念經啊 講講什麼 怎麼會搞不懂他來聽 好他老婆說好啊 那你這樣子吧 你來聽聽看 如果你真的懂 還是你覺得沒有去 那你下次不要來 那你可以繼續罵我 迷信 但是如果你聽了之後 有些感受 或是喜歡願意的話 那你下次不能再 再用那一種 好像有點親似的語言 來描 來批評我 然後好 來 他老婆說你來一次看看 來一次看看 好來了 來了那時候呢 我我正在講 指官的操作 但是呢我那時候講的是 那個慈悲觀 不是在講這個 講這個他可能會 會更有不同的看法 那時候講慈悲觀 講的比較 稍微沒有那麼細 但是也已經很系統了 講完之後呢 中場休息他跑來告訴我說 師傅 你講的這些我非常的認同 非常非常的認同 我以為佛教就是去信啊 生中間啊什麼就好了 才發現說 原來有那麼系統 刺地的東西 原來修行 是這個樣子的 我說對啊 不然你認為是什麼樣子 那他就笑一笑 然後他後來 跟我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說還蠻能夠 蠻能夠就是說拿來參考 他就說 因為呢他有一個神童 神童的感受就是說 魔鬼就藏在細節當中 我是不是有講過啊 沒有啊 他說魔鬼就藏在細節中 他講這句話什麼意思 來 在座很多也 受教育也相當高 也當公司的高等主管 你們講 他講的魔鬼就藏在細節中 是什麼意思 誰要跟大家共享一下 什麼叫做魔鬼就藏在細節中 我剛剛講高級主管 大家都不敢承認 或是說我們都不是高級主管 也不用高級主管 畢竟大家都受到很教育 來 誰提一下 不然老師 不然師父點名 問題就出在細節當中 問題就出在細節當中 對 他講的魔鬼其實用的比較 一種隱喻 其實他講的問題就出在細節中 為什麼問題會出在細節中 新出 對不對 細節上 沒有弄 沒有搞好 沒有搞清楚 問題就來了 那麼這跟 這跟他的工作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啊 就是這樣 很多產品的品質管管控 就出在細節 沒有掌握好 啊那個沒關係 那個這樣 那個小事情 小事情到最後出大問題 對不對 很多都是這樣子啊 所以品質管控很重要 細節沒有弄清楚 整個生產過程當中 細節沒搞好 出來的產品就有瑕疵 那是不是在讲什么 同样的啊 你的整个过程 有很多的细节 你没弄清楚 你没弄清楚 不会有问题的状况 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 你觉得没问题 再来就是说 你根本马马虎虎的 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就是整个产品 根本没办法出来 就不会有问题 再来就是出来有瑕疵 你根本也不会去 你没有感觉到 因为你是迷迷糊糊的 所以为什么要谈那么细呢 就是因为确实问题 就常在细节中 所以呢 你要把细节 尽可能的 你的能力所能够认知的范围呢 要去搞清楚 要去搞清楚 但是呢 话说回来 也不要太去关 那个钻牛角尖 他有他到达一定的程度 那这些程度呢 必须配合你去操作 你不要再一直问问师傅 问到底结果你都不做 那我怎么跟你解释啊 就好像说 亲安到底师傅 你讲的那个亲安到底怎么样 问了一大堆 我说你去做做看嘛 你从来不做 你一直问我说 亲安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你做做看 当你有一点点小感觉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了解说 原来师傅讲半天就是那个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太过不急都不好 不急就是说 你懒得去了解 懒得动脑筋 不想去学习 这是不好 太过就是说 你根本不操作 然后就一直问问问到 好像 因为你在怎么样 老实说 语言的表达 就只能到一个程度而已 在过去 你必须自己去做 所以这个叫做 共向的 叫做志向的寻思 志向寻思 再来 再来 讲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问题 来 金奇 师傅刚刚刚 师傅 你这个志向说 这个 入习有二 然后说这叫习身 是身产的身 还是身体的身 身体的身 我以前在讲那个 不是有提过吗 习身吗 对不对 这个叫 一个叫 这样子 习入 习身 什么叫习入 刚入的时候 叫习入 然后 入接下来那一整段 叫做习身 身体的身 这样知道吗 那它是没有关系 因为这等于是一个 一开始的那个 就是 stopp phase 然后continue 然后还有就是 结束 它最后那一段它不 因为你吸到最后你就 因为你到最后就变成粗了嘛 对我可知道在粗之前你还是 没有弱的问题哦 你不要以为越很强到变成弱哦 当然你观察如果你观察到弱是可以 但是它就是说因为你先有习入 比如说习入习来讲对不对 先有习入 然后关习身 对不对 不是不是稳定的问题 是习的问题 强弱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哦 然后接下来那个 把它关起来 把后面的门关起来 对对 然后等到这个身到结束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就变粗了嘛 就变粗席了嘛 就变粗席了嘛 这样知道吗 对粗席的粗就变粗席了 因为你席刚进去对不对 入席对不对 入席这个叫席入 然后呢中间那一段 那一段一结束 一结束马上就变粗席了 气就出来了 所以它要我们只观察 不是只观察 就是出入席要观察这两段 这两段 其他同学里面有什么问题 来那个瑞 师傅就是讲一个 不管是选择 你选择入席的时候 A名买四半 然后你选择出席的时候 也A名买四半 不能选择 不能说我属入席的话 我是知道这个 不行不行 你属 它只是帮助而已哦 你不要说我属出席 所以入席我不管它 那你心就跑掉了 你不管是属出属入 你在这里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对不对 这个观察它的习出习入 清楚明白 这样观察 不属可以吧 不属叫水 你可以不属数 一二三四不属 但是呢还是要清楚明白 这个也可以是吧 也可以这个叫水嘛 我们不是属席再来水席吗 这个叫水席 可以 但是呢 还是要清楚明白 你不能说 我不属 结果 还是说我属出 不属入 然后入的时候 我就不管它了 其实那个心就跑掉了 这样是不对的 这样瑞明白吗 这样 这个杰森 你有没有回答到 可以 好 其他同学呢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再来 至向观之后呢 接下来要转共向观 幼正寻师 入习灭于有出习生 对不对 出习灭于有出习生 入习灭于有出习生 出习灭于有入习生 入出习系属于命根及有四生 什么叫命根 命根简单的讲 叫生命现象 什么叫有四生 这个身体 有精神体在里面 对不对 那么什么叫做 出习系属于命根及有四生 死的人会不会呼吸啊 死的人没有命根啊 没有生命现象啊 也没有事了 那当然不呼吸了 那么只有活的人才会呼吸嘛 所以这个气息出 息出息入是属于 这一个有生命现象 及有精神体的 这一个东西的 就是我们这个身心生命嘛 那么你观察呢 息是无常的出入 那么这个无常的出入 是属于这个命根身 那么呢 此出息即所一止皆是无常 什么叫做此出入息即所一止 那个所一止是指什么 就是这个命根还有有四生啊 习是出入无常的嘛 那么你有习的出入无常 静观 习所一的这个命根 还有有四生也是变难 也是变化无常的 那么这样子一关的话就关到诸法共向了 这样各位知道吗 但是这里的操作呢 虽然这样子讲 但这里操作有点你要注意啊 你要先关喜的无常性 你不能一下子就关这个身心的无常性 也不是不行啊 如果你会跟很高的话 但是一般刚开始靠坐 必须先关喜的无常性 关一阵子之后呢 再把这个无常性延伸到 关我们这个无因身心的无常性 其实试念处就是这样操作的 其实试念处就是这样操作 那么你当关这个有四生 这个命根基有四生的观察的时候 同样的要从受想行事 因为设的习已经是设了嘛 对不对 这个有四生这个生也是设了 那你要静观 这个所一生呢 他的有四生他有受想行事 一个一个去关 一个一个去关 操作第一个好了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 你现在花 你现在开始能够关了 你花了好几个月 甚至一年的时间观察喜无常 你对这个无常性的清楚明白了 而且很 就是说很深刻的 再来关 五运的无常 那么先五运身已经关了嘛 对设已经关了 再来是关受的无常性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操作 一个一个操作 那我有这样操作呢 才能对诸法共向越来越清楚 那么等到你操作好一阵子之后呢 你可以直接关一切法无常 一切法无我 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操作 这个叫做共向观 叫做共向观 谈到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那个师傅 就是之前那个 出席那个 复征了之 是 常日期出席那个 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 然后 出席那个 到了什么状况下 那你才修共向啊 那很难讲啊 要你很熟悉 很清楚你才可以修共向啊 那就是说 我到了那个出席之 出席的那个状况 那个到了子的状况 再来关公 你再来关吗 你自己要操作到什么时候才能关共向 这我很难告诉你 不是我刚才说 就是说我出席 到了子的时候 我知道子的那个长短的话 时的 席的长短 对 那个是志向观哦 就是嘛 对对对 我当然这个状况下就是 下一步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关 下一步 你不知道怎么关 不知道怎么关共向 该怎么做 就是说我还是继续出席吗 继续出席 但是关于席的出席 是生命无常的 这是一个观念 依席的出席无常 导入一个无常的观念 所以我说这个观念 你平时在文师的时候 必须要培养 是啊 知道他那个就是 一切罚无常 对 知道但是我出席 到了那个子的状况下 要转关 是不是这个状况 这个都是官哦 这两个都是官哦 官志向共向这两个都是官哦 这样你 这样你明白哦 我是在名义下上 我是在名义下上 如果我们现在在讲官不是在讲子哦 这样明白哦 这样了解吗 其他同学有什么问题 没关系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容易 以前如果没有接触过也不了解 会有一些问题观念没错 现在搞不懂 没关系 你也不要担心 你私底下可以继续来跟师傅讨论 师傅很愿意跟你谈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些是没概念的 哦 我告诉我问你一下 以前你还没来这里听师傅讲 你对子官有概念吗 哪怕你学了三四十年的佛 你对子官是真的没概念到底是什么 我敢说很多人是这样子 我不说全部 但是我敢说很多人 学了生世十四年的佛 他不知道子官的概念到底是怎么学的 也不知道说哦 原来要定中起官 要到师所成会的能力才可以 很多人是搞不清楚这个以为我一坐下来 我就可以关注一切法空 然后一切法空 整天在那边弄啊弄啊 结果那个都是胡思乱想 来刚刚这边是不是有谁举手 来那个Rachel 师傅您讲这个 说是我们静坐的时候进行指官 刚才说的官就是官雾像 对 就是说官这个法的无常 对对对 是 简单讲是这样没错 但是细节上的操作它有它的过程的 这样操作也是蛮好的 是啊 但是我这么感觉啊 就是说好像这个指官 我们平时不用做指官 如果说真正的是了解这个 巨法 不自行 哎 那么实际上很多情况下 我们都应该可以明白很多事情都是无常 好说别人骂我 哎 骂我他骂了他刚才骂现在就没有了 对 这个就是无常 是啊是啊 这很多情况就出现这样 对 那我说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不一定是进度的时候去 哎不不不不是 你刚才讲的那些是文师的时候 所以这些观念 我说平时就要培养哦 不但是听经文化培养 而且是在日常生活中去培养哦 这样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现在是讲的更深的是在讲修所成会怎么操作 你这样明白吗 师傅不是说有文师 文师修所成会三会吗 文 师 修嘛 对不对哦 师傅不是说文会 依听经文化 然后养成正确的观念 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 你在平常日常生活中人家骂你 你要知道说 这是怎么回事 是无自信的吗 还是有自信的吗 是无常的吗 那么现在骂了我自己起的这个称心呢 这个到底是实性还是无自信的呢 这个都是平时从天经文化 然后养成文所成会 接下来要从师所成会 就是养成 符合于佛法的什么模式 行为模式 这个是思考模式 这个是行为模式 对不对 两个有它的不同点 但是这个这样还不够啊 你有思考模式有行为模式 但是你的烦恼还没断 力道也不强 比一般人强很多了啦 但是我说力道不强是说 真正就断烦恼来讲 那你还是烦恶啊 所以你真正要让他生的话 然后甚至能够很强 强而有力的去相互烦恼的话 那你必须要有修 那这个修会就是子官 对不对 子就是到位到地定 官就是依思所 之前学的这个思所成会 文师的内容 然后拿来做官 我现在在讲什么 师傅现在是在讲这个地方哦 修所成会的这个地方哦 我现在不是在讲这两个 程度上我不是在这里讲 程度上我在讲这个 这样Ratio你明白师傅的意思 也就是说更深入的去 同样的内容 更深入的去官 定中做官 这两个都是不用定的啦 这两个都是在平时训练的 真正在定的时候是这个 但是他操作也不是 阿里阿塔呼嚕呼嚕的这样子 他是有一个一个一个 慢慢操作的 所以师傅现在在讲子官的官哦 是什么Vipassana Vipassana 所以Vipassana是很深刻的东西啊 很深刻的东西 所以你知道外面很多办内官啊 残官啊 神秀什么 为什么说在修职的时候 你几天去那边 然后让心静下来 让心静下来 修职上有一定的相对的效用 但是在修官的时候效果很差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啊 有的甚至去根本不是佛教徒 有的甚至去完全没有听过佛教在讲什么 那你要关什么 关你的五云 你会搞出很多人搞不清楚五云是什么 关身 身有什么好关的 瘦 瘦是什么 关情绪 平时我脾气起来就起来的 还有什么情绪 平时有多少人到底去观察我现在的情绪到底是怎么样 很难的啊 平时都是向外的啊 我起来就起来 我去管我的现在情绪怎么样 所以变成官的效果很差 所以施会什么时候一直强调说 你必须要有文施会文施会 施会的强调不是没有道理的啊 你看 他是这样讲的啊 依入出席增上 政法听闻受辞增上利固吗 这是原文喔 不是施会给人家加进去喔 这是原文喔 他每一个官的时候 每一个武庭新官 每一个他前面都是这样子讲的 等一下我再会用另外一个例子喔 好 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他同学 来那个瑞 有个问题 好 就是说你刚才您提到这个 就是关那个西的无常线 对 怎么理解这个西的无常线 你要说是 这个一切法 一切法都是无常的 对吧 这是一个大的 大的观念 关那个西的无常性 那就是说这个西 不可能会永远的这样 来来往往的去西 所以它是无常的 还是这个西 某一天会狭然而止 所以它是无常的 那怎么理解 它这个西的无常性呢 念念都在变化对啦 然后呢 它有出有入啊 对啊 对啊 这些都可以观察 这都算是 算是无常性 冷热 洗的冷热也是无常性 长短也是无常性 这些都是可以观察的 这样知道啊 但是再怎么样 你平时要有文师会的观念啊 也就是你对无常要非常的肯认 无常性不是我们光 嘴巴上讲无常而已 什么叫做嘴巴上讲无常 我问你一件事情 我现在举个例子你们不要以为说师傅在诅咒谁 很多时候 听经文法学了一辈子的佛 我平时把嘴巴挂在 啊无常啊 一切法无常 但有一天最亲爱的人 死了 最关心的人死了 痛哭流涕啊 什么 之后 才能真正的体悟到 什么叫做无常 前后有没有一样 这个人的前面讲无常跟后面讲无常有没有一样 绝对不一样的 绝对不一样的 前面讲无常是水巴上讲而已 后面讲无常是身心的真实的体悟到 体会到 这样各位了解吗 那我不是说 你一定要有些人发生 自己最亲的 什么发生状况 而是说 你真的要用心的去体会观察 而不是把无常只是觉得 无常啊对啊有道理啊 无常啊是啊 当然什么都无常 而是真的要用 用在人生百态上去观察 我以前 跟各位讲过一件事啊 我讲一下就休息 对一件事情 能不能观察能不能体会 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 我去喝喜酒 有没有听过师傅去喝喜酒的问题 不是现在出家 不是出家去喝喜酒啦 我是还没出家前 因为当业务员 所以常常会有这些白铁红铁一堆 然后常常有机会去喝喜酒 那师傅去喝喜酒 大家很高兴吗 很多人去喝喜酒 就是要看看新郎新娘啊 好朋友啊 有些人去喝喜酒 就是不醉不归啊 反正 钱都交了 人喝尽量喝嘛 哈哈哈哈 那我去喝喜酒 我常常有一种感触 那是真的一种无常感 很高兴啊 喝啊喝啊 但是每次那种无常感出现的时候呢 是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蛤? 蛤? 什么? 你 喝完酒 不是乎喝啦 喝完酒喝死什么都忘了 因为醉了嘛 蛤? 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你不要听听觉得 在座有没有还没结婚的 都结婚了 大部分都结婚 师傅觉得最无常感的时候 是新郎新娘上台 有对不对 台湾是这样 我不知道大陆还是其他地方 他们会上台 到中间呢 静环姐会上台 然后就介绍 介绍啊 新郎新娘呢 是在哪里认识的啦 然后呢 是怎么谈恋爱的啦 然后多怎么样怎么样 多好啦 然后哇 然后有一段很离奇的爱情故事啊 什么什么 哈哈哈哈 然后呢 一副 一副什么 百年好和 百年好和 白头偕老 一副 公子与公主 王子与公主 从此就要过着 幸福快乐的日子 一副的那个样子 好像童话的 Ending 哈哈哈哈 从此过着 我们以前童话不是讲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 好像是那个样子 那个 那个刹那 让我觉得很无常感 为什么 我常常讲说 这骗人的吧 不可能是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 这是骗人的嘛 为什么骗人的 老实说 他们这一对新人 未来的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台下的那一堆人 就是你的见证 师傅讲什么你知道吗 我说台下台下那一堆人有结婚几年的 有结婚十年 有二十年五什么的 那一堆人就是这个的见证 台下那一堆人怎么样 先生划拳啊 太太我们拉 不要喝醉了 然后先说那小孩子顾好啊 那小孩子乱跑 那小孩子你生我生的 你不是爸爸啊 然后叫你不要喝酒喝那么多 他每天喝那么醉 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小孩跑来跑去 然后旁边就是这么一个人称百态 当下的这一大群 就见证了台上的这一这一对 未来的一年两 几个月到一年两年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还有那种老先生的老太太的 好像是啊还是还是夫妻啊 但是好像无所谓啊 那老头子要怎么随便他 他还管不了啊 一辈子他就是那个样子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师傅讲无常的时候呢 不是说理论上或嘴巴讲 理论上一定要弄清楚 不然你不能去看 但是把理论要在实际上去观察 好我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 41分 继续来讲这个 师傅那个时间是什么 什么时间 早上九点半开始 但你九点多就可以过来了 因为你不要到这班忽然间 穷穿过来这样 早点过来 下星期天 下星期天 5月24号 家人都可以带过来 家人朋友 好事嘛 好事人多越好 来 这里有什么问题 没有吧 好再来 讲品 品不是有黑品白品吗 属席时 心乱恶行师为黑品 反者为白品 这个应该不会很难吧 属席 本来就是要射心一处 然后呢 治你的闪心 但是呢 你属席时如果心乱 你恶的思考 东想西想 那个就叫做黑品 不好的 那么如果 你能够射心其中 降虎你的乱心 这个就叫做白品 这个叫做品 好 十 要来十 正寻师去来 今是 入初习 戏属于生 身心 戏属于入初习 是名为 巡师其死 也就是说 我们 一直以来都不断的 身心跟习 互相射属 互相射属 什么叫做身心跟习 互相射属 你习 你身心要靠习 你才能活下去 那么你的习 也要靠这个身心 你才能出跟入啊 对不对 那么不断的过去 现在未来 现在过去未来 就是这样不断的 一直延续下去 这个叫做死 就是去来 今是 出入习 戏属于身 身心夕属于出入习 如是寻师其死 这个叫做死 从过去一直到未来 一直是这样 只要没死 只要你没死 那他讲这一口气在 这口气就是出入习嘛 对不对 只要我一口气在 不是常常讲说 只有我有一口气在 我跟你没完没了 那一口气就是出入习 好 对这样的想法就是黑瓶 离 离 刚刚讲的没有问题吧 应该这个不难 离 一个关带道理 第二个作用道理 第三正臣道理 第三 第四法耳道理 法耳道理 官带道理就是说 寻师始终都无 持入习者 也没有持出习者 入习出习细 系属于比 就是这个身心 唯有从因缘所生诸行 然后呢 依这个因缘所生的诸行呢 發起假想设施言论 说有能持出入习者 如是名为官带道理 寻师其理 就是说 虽然说我们有一个能够 我们这个人能够持这个习 叫做持习者 但是实际上呢 不管是习本身 还是我们这个能持习者的呢 其实都是相对而成立的 对不对 都不是真实的 都不是不变的 所以呢 只是依这个因缘所生法 然后再互以名称 这个人 这个叫做武运 这个叫做人 然后这个人呢 能够持出入习 只是这样子施设言论 施设名称 暂时称呼他 就是这样而已 一切法不外乌 就是因缘的相互 因代相对这样子存在的 这个叫做官带道理 不管是出入习还是持出入习者 这个叫做官带道理 其实这个理论有点在谈无我 无我相了嘛 对不对 这个叫做官带道理 这样子 应该不会有问题嘛 但是你要定中要官这个官带道理的话 你平时的文师一定要懂啊 你平时不懂 你不要到时候再想说 这个那样 这个时候的官带道理 已经是一个概念了 不是很维系的再去分析了 所以我说文师会一定要有 再来作用道理 幼正寻师 若如是出入习呢 善息善休息 能断寻师 这个使得寻师就是分成睡眠 或是胡思乱想 就是说 那个出入习的修行 有什么 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你是修止 色心集中哈纳波纳的话呢 它能够置你的闪心 闪心呢 这里就叫做寻师 对不对 所以它有这个作用 但是你如果能进一步呢 透入诸法十项 无我 无常 一切法空的话 那 它能禁断烦恼 不只是降虎寻师啊 或是闪乱心而已 这个叫做作用道理 还有正成道理 幼正寻师 如是道理 有治教量 有内政治 有比度法 什么东西呢 蜀席关谁交下来的 最早谁交下来的 最早谁交下来的 释迦牟尼我交的啊 释迦牟尼我告诉你说 蜀席关不进关是二甘入门 对不对 不但能享武烦恼 进一步 如果能透入无常无我 或试炼处的话 那可以断烦恼 所以这样子的蜀席关的修行呢 有治教量 佛教的嘛 对不对 然后有内政量 你要去做 你不做 还有比度量 你可以去推啦 可以去推理啦 怎么推理 就是前面讲的一大堆这些东西啊 这个叫做正成 正成道理 还有法尔道理 法尔道理叫做 有成立法性 南施法性 安住法性 不应思议不分别 唯因性解 好 这里有一点点复杂 大家听清楚一下 有成立法性 什么叫做成立法性呢 就是说 诸法法尔如是 什么叫诸法法尔如是呢 我问你属习用什么修 言而鼻舌生意 用鼻修嘛 你说为什么属习不用耳朵修 没有 因为法尔如是 你在属气啊 你不在属声音嘛 所以叫做 这个叫做法尔道理嘛 那么一以法尔这样的道理 当然属习 当然是用气来 因为 笃习就是属气嘛 那 言而鼻舌生意 哪一个 哪一个东西有气在出跟入 只有鼻有气跟出跟入嘛 眼睛没有啊 我问你 那眼睛可以修什么 眼睛可以修不静观 眼睛可以修不静观 讲得很好 眼睛可以修不静观 那耳朵呢 耳根圆通 对啊 那个那眼睛里面有讲耳根圆通嘛 什么黄文文字星那些的 耳朵可以 但是他到最后不是只是声音而已哦 他到最后也是 生到内心的法性的 对不对 所以他法尔道理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叫法尔道理 那么 然后还有 成立 成立法性 就是说 他就是一以法尔道理 就彼此有气有出 所以他一以这样来成立 这个 那个属习官的修行嘛 那么还有 南施法性 就是说 比较维系的 没办法 一般没办法观察的道德 比如说 地水佛风 南施法性 一切设法皆由地水佛风而成 对不对 那么这个属习的气的习 是地水佛风的哪一个 封大 封大增盛 对不对 他说这个叫做南施法性 然后还有 法安住法性 叫什么 一切法就是这样成立的嘛 什么叫安住 就是一切法 立在他应该有的地方 深蓝罗裂 如此如此 所以他也是告诉你说 因为我们立这个属习官呢 有他的各个不同 应该有的特性 那一这样有的特性呢 那深蓝罗裂 安排得好好的 那么就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 所以我们可以 依这个鼻子有气 然后来修 那么来修呢 他就可以怎么样 射星集中后呢 就可以 可以 降服我们的乱心 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 那问题是 我们一般人会知道吗 以前佛陀不交下来 你一般人会知道吗 不可能知道的 这就是唯有佛陀 才可以了解这些 什么法耳法性这些东西 佛陀才知道 这应该怎么弄 这要告诉我们教我们 我们就这样子修 这样子修 确实可以达到佛陀 告诉我们这些效果 除非你修错 除非你在细节上出了问题 这个叫做法耳道理 这样各位同学清楚吗 清楚 那师傅要讲一下 就是说 因为法门很多 但是道理共通 法门很多 道理共通 那师傅所用的 这二十几年来 对于经教当然学了一些 但是真正指贯或打坐的时候 师傅用的是属习法 所以属习法 师傅可以跟你们多谈一些 经验的分享 不只是经教上而已 而且是 依于经教而有的一些 经验上 或是一些过程上 可以多跟你们分享 但是 其他的 比如说不静观 慈悲观的那些东西 师傅只能依经教 然后相通的道理来告诉你们 有些东西 那一些 比如说不静观 我没办法跟你分享 因为我没有在修不静观 这样各位了解吗 那个一个人的时间能力 头脑有限 师傅 不是那个什么大菩萨 什么都修过那种 所以 师傅为什么说 特别依这个属习官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 因为师傅有多多少少 我不敢说说的 多多少少 有在多少的 练一练 做一做操作操作 所以可以跟大家谈一谈 那么至于有一些 不静观 或什么 原界差别观 那些呢 我只能依经教上 所讲来跟各位谈而已 还有 那个 现在外面很多时候 有些 不管在家出家 在弘法的时候 在想 比如说有些在弘扬 比如说他修什么残官 都会写得很夸张 比如说他又修过什么什么什么 他全部都修过 其实写得很夸张那些 你不要去相信 因为每个东西 人的能力状况有限的 你不可能说短短 我上次看 比几个例子 我看上次看一个 出家重了 才出家十年而已 因为他在交参观打坐 然后他竟然说 列出 他蓝船的他也修过 然后禅宗的他也修过 然后天台的小子官什么 他都修到很熟 然后呢 什么什么他都修过 我说你出家十年 你怎么修那么多东西呢 就很像说 我懂十六种语言 问题是你每种都会讲 Hello How are you 就这样而已 因为人的头脑 真的一生有限的 你在怎么天 除非说那个真的是再来的 但是问题再来人 他不会把自己夸张成那个样子 这样各位了解嘛 不是说他广告打得多大 说他什么东西都修过 你就真的以为 内行人就知道说那个是骗人的 卖药的他一定会把他的药 写得很夸张的 他写的 如果一个卖药的说 我这个只能治这个而已 那可能引人那些也没办法 那谁要去买啊 这样各位了解 师傅我明白 好 来 我记得清楚是不是我记得对 您是不是说过这个属提官 有一个特定可以有 自然的转官 不是自然的 不是自然的 要作义的 任何的官 只转成官都要作义的 没有说任何 没有说任何一个法门 可以自然转的 没有自然转的 你听错 师傅没有说自然转 同学没有听过师傅 曾经讲说可以自然转 应该没有啦 不行的 指跟官 你包括修指都要很刻意的去做义 你修官 也要很刻意的去转 才能操作 没有说自然的 我说的自然是说 你修指修到九柱心嘛 修到第九柱的时候就很自然了 我是这样子说的 就是说你不用很刻意的再去射心 他自然而然能射心 你这样的表达好像也有 要容易入地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你 师傅不是说踩脚踏车吗 你刚开始要很用力 对不对 踩踩踩踩 然后踩踩踩踩 踩到越来越顺嘛 然后踩到最后变惯性了啊 你就稍微用一点点力量 你不用很大力 他就一直跑了嘛 那个叫做自然任运 这样了解吗 那个要到第九柱才有这个能力啊 九柱心啊 刚开始很辛苦啦 然后要怎么样啦 然后又跑了又抓了 抓了又跑了 然后慢慢慢慢到第九柱才有这种自然任运 这个师傅是讲这个 第九柱心的时候 不是说只转官会自然变成官 没有这样子 一定要用心转座义 从五分别相转成有分别相 前面不是说怎么接吗 师傅不是有说怎么接吗 这个都一定要用心才可以的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来 诶对 诶对 可是因为现在 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时候 是啊 我就说像 可是一般的 就是打坐禅定 有很多年的 可是没到味道 就是师傅 有时候会起方便的这种官 我后面会讲 这个叫做随顺直官 随顺而已 不是真的直官 我后面会讲 他不是我后面 是他后面会讲 解生命经后面会讲 后面会讲 来 再来 师傅后面三个还没讲 诶 刚刚前面讲法尔的 一二三四 师傅讲的三个 不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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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已经讲了 就法尔了 法尔已经结束了 不是我们六个吗 义 四相 对不对 四相共相 然后平啊 然后词 离啊 然后离 有官代道理 作用代理 政审代理还有法尔啊 法尔的话 师傅讲的前面三个姓 后面的 哦 不应思议不应分别 这里 微音信姐这里告诉你 就是说 因为这个封锡呢 它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去 硬去钻说 那为什么修 为什么去修这个属席 它可以降虎 它可以降虎 我刚才不是说 佛陀是因为发现这样的教导下来的 这样各位了解吗 你要推度要比 但是到一个程度而已 不要一直去钻 你一直去钻 的话意义就不见了 你要是打破砂钩 问到底 一直问说 为什么射心集中 叫这人降虎分别心 那我 那你问到最后 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 是怎么样 可以这样子讲 重点是在说 它属席就是有这些作用 那这些作用呢 是因为发耳的作用 对不对 你要问说 为什么耳朵不能修属席 我怎么知道耳朵不能修属席 因为耳朵没有气出入啊 那你要说耳朵也有空气在出入 那你这样就 这样变成在 在那边鸡蛋里乱挑骨 乱挑骨头嘛 这样了解嘛 因为前面不是告诉你 佛耳了吗 就是因为 它缘起的相貌安排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就能利用中间的这样的状况 来修这样的属习官 那你修这样的属习官呢 在一个道理的 它的状况之下 佛耳就能对峙我们的散乱心 包括你修不进官 他就可以对峙这种贪欲心 他可以讲出一定的道理出来 但是呢 再更 就是 更 到底怎么样呢 那你去做做看才知道 诶 这样子可以吧 好 好 接下来那么 如果同学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因为这个做官嘛 所以我们稍微多一点 依慈悲官巡视六四 还是依学士利论讲的 其实依学士利论 把武庭新官的巡视六四 全部都讲 但是我觉得说 那个有些东西 可能 你一般也能比较难操作得到 所以我以熟悉官为主 那 然后如果不明白 我们再以慈悲官再来谈一下 因为慈悲官多多少少可以用 可以用 不禁官就比较难用一点 亦 依慈敏真上 对不对 慈悲嘛 依慈悲真上 正法听文受词真上利固 还是一样啊 你还是要听文经文法 知道什么叫做慈悲啊 慈悲怎么发起的 慈悲心是怎么来的 怎么转的 还是要听经文法 然后呢 有利益 利益安乐益乐 就是说想要帮助安乐友情 想要那个欲 欲就是想要 然后利益安乐益乐 就是说 想要让友情得到安乐 其他友情得到安乐的心 然后 愚珠有情作义发起圣洁 什么叫做愚珠有情作义呢 就是 用心去观察 然后去圣洁 要关注说我们 对这个友情起了真上的快乐 让他离苦得乐 比如说他现在很痛苦 那么你观察说 他现在变得很快乐 这样子观察 就是这样子观察 那么 圣洁 什么叫圣洁 这个圣洁是 禅定 就是在禅定的时候 一个很特殊的名相 就是说 他本来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利用你的心力 把它观成这个样子 就叫做圣洁 佛教里面 观有两种观 一个叫做 如实作义 一个叫做圣洁作义 什么叫如实作义呢 你观察是 本来他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叫做 如实作义 比如说你观察 一切法无常 一切法无我 问你 一切法无常 一切法无我 是本来就这样 还是你把它想成这样子 他本来就这样 所以叫做 真如作义 这样了解 还有讲叫做圣洁作义 就是说 他本来不是这个样子 你硬把它观成那个样子 上次师傅不是 解说一个 解一个例子说 他本来是帝啊 对不对 你经由圣洁 就硬把它观成是水 但是实际上呢 就一般的状况来讲 他是帝 但是就一个禅修 有定力的人 把他观成水 对他来讲他是水 但是事实上 就一个客观 相对的客观来讲 他并不是水 是因为你把它 观成那个样子 所以这个叫做 圣洁作义 就是以我们的心力 硬把它观成 是那个样子 跟事实是违反的 叫做圣洁作义 这样子的 所以这里呢 就是说 观众生的苦成乐 希望你给他们乐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众生 他是不是真的变乐了 不一定 也可能不是 但是你硬把它观成那个样子 这样了解吗 比如说 他这个人 现在在那边 躺身边 痛啊痛啊 然后呢 有时候呢 你可以观照说 我就观照 你现在变得很快乐了 你很舒畅 整个身体都好了 这样子观 这个就叫做圣洁作义 但实际上 他可能还躺在那边 痛啊痛啊 这样各位了解吗 那你慈悲观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拔苦与乐嘛 但是这里的拔苦与乐 不是说一般的状况 拔苦与乐 是在说禅修 是在说禅观 观察 在定中 然后观察众生 得到快乐 这个样子 这样子 好 那么首先第一个 你要先了解 什么叫做慈悲观 他怎么操作 一样 那么四 施则 此为亲品 此为怨品 此为中庸品 又若亲品名为内侍 怨中庸品为外侍 这讲什么 谁上过俱色论 上过俱色论 不能跟我说不知道 Eric你上过 田杰你上过 你没有听过 十五在讲俱色论的时候 有讲慈悲观 还是忘记了 有听过 有听过 我说慈悲观 刚开始修的时候 你没有管 我观怨卿平等 打坐观怨卿平等 那是无观乱观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说佛教的操作 他一定有他的一个次第的 他把众生 因为你的原 你所谓的对象是有情众生 你不要去关那个树啊什么 坐在那边关树长得快 那不 那个是错误的 坐在那边 这棵树赶快 长大 苹果生出来 生出来 这个是痴相应的 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 你不要去搞这些 就算是真的有这种事情 那是外道邪术 不要去搞这个 你慈悲观是原友情 然后以友情 娱乐 拔苦 但是呢 你不要想说一下子可以关怨卿平等 不是 要分三瓶 把诸众生分成三瓶 什么叫做三瓶呢 第一个 最亲的 第二个中的 第三个最远的 或是说最亲的 第二个就是不认识的 第三个怨敌 你很讨厌很痛恨他的 跟你有过节的 是你的敌人的 要先这样子分三瓶 这样才有办法关 好分三瓶之后 要从哪一瓶先关 有没有人说从怨敌先关 不可能的 这是很合乎道理的啊 所以说法尔道理嘛 不可能的啊 你要开始你的心量不够 心力不够大 还是你的 那个法的文师还没到 你的承认心还没降悟 你先关怨敌 怎么样 越关越讨厌 本来只是有点讨厌 越关越讨厌 不是这样 所以你不能去关怨 你不能去关怨啊 有时候说 啊 师父说怨卿平等 所以今天坐下来 我说 那我关小时候 我在讨厌那个人 那个常常欺负我关他 欸 关他说啊 我愿意放弃一切 放下我们的恩怨 但是越关越来 不对啊 什么放 他小时候 然后连我的东西 午餐都跟我偷拿去吃 然后呢 做了坏事叫我给我 越想越气 他到底住哪里 明天我去找他 如果你先从怨品 怨品关 那个是不行的 因为法尔如释啊 是啊 我们称心很容易起来 所以要从最亲的 开始关 关我们亲人呢 我给他法乐 还有给他一般的世俗之乐 比如说世俗之乐 这样 比如说没有饭吃 给他饭吃 对不对 他现在身体有病痛 我关他病痛好了 还有佛法利益他 这样子 要从最亲的这样子关起 才可以的 然后呢 亲的这个操作到一定的程度 可以的 再关 不相干的 一般的 那一般的可以关呢 再从 怎么样 最跟你有怨恨的 怨品 这个才能关 然后呢 从一村 然后到 香离 然后到 片 这样子 到一切 这样子关 所以这里讲的说 施者此为亲品 此为怨品 此中庸品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又亲品为内事 怨品中品为外事 这样知道吗 所以 亲品 中品 还有怨品 这些都是事 都是我们要关的事 就是对象 然后最亲的这个叫内事 中的外的 这个都叫做外事 就是这样观察 这里应该没有问题吧 还有观察 向至向 三品向 救苦给乐 是至向 因为慈悲就是救苦 就是那个把苦给乐嘛 是慈悲的志向 慈悲官的志向 我问你 你属席官 有没有把苦给乐 属席官没有啊 属席官是种在 想舞你自己的 怎么样 散心嘛 对不对 这样子啊 所以刚刚 属席官没有说 把苦与乐啊 但是这里的 那个 慈悲官呢 他说说 余三品向 救苦给乐 是他的志向 他的特性 就是把苦与乐 定中观 把苦与乐 就是他的特性 叫志向 进一步 他的共向叫什么呢 因于一切友情之类 皆当发起 平等信 新平等 信件 然后呢 还有相似利益 安乐 义乐 乐圣解是名 寻师其名共向 很明显就是说 你要平等 关一切平等 一切法无常性 无我性 所以一切法平等性 所以呢 三品亲 没有任何一品 是真亲 是假亲 是中庸的 但这个已经 透入法性了 是诸法的共向 你不是一下子 就可以关到这样子的 但到最后 你必须要关这个共向 你才能真正达到 所谓的断环绕解脱 但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 刚开始你还是要闲从 亲平 对不对 然后中平 怨品官 然后官官官操作 官到最后呢 你才能透入共向 一切怨亲平等 因为一切 不管是怨是亲 皆是诸法实相 皆是无自信的 皆是无常的 这个叫做共向 叫做慈悲官的共向 还有平 若我与比不饶意 发称恨心便是颠倒 黑平所舍 是有真法 有真法就是有烦恼法 若于比不起称愧便无颠倒 白平所舍 是无真法 也就是说 你一观慈悲的时候呢 你是要观众生的年龄 你不要越观越憎恨 就像师傅刚才讲的 本来好好的 越观越称心越起 有时候我们会这个样子 你不去想没事 你一去想 越想那个心 越来越火 那么如果你这样的话 那就是黑平所舍 如果你能观众生 能够给他快乐 他在痛苦 那么我愿意 我用我能力所及之内 我能帮助你 如果这样子能够饶育众生的话 那就是白平所舍 这个叫做慈悲观 来 这个慈悲观 是自己的修行 对众生也没有关系的呢 如果我说 我希望某人团 离苦得肉 那我在慈悲观里面 又为他调了什么事情呢 两个解答 两个说法 一个 就一般状况来讲 我们一般欢呼的状况来讲 好不好 间接的 给众生快乐 你不要以为这个间接的 力量很小 我告诉你 当你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呢 你能够修这个慈悲观的话呢 因为这个力量很强嘛 对不对 由于这种常观的力量呢 不是说你直接给众生了 而是 在未来 你遇到众生的时候 你就有那股强大的力量 再怎么样你都愿意去帮忙 这样知道吗 不然如果你只是嘴巴讲一讲 要帮助众生 要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实际上遇到的时候 你可能 哎呦 最好就不要靠过去 张得要命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啊 有时候花不起悲心 去帮助真正穷苦的人 你们记得上次 有个电视很好笑 他说布区还有那个什么 柯林顿两个 到那什么灾区 他们已经卸任总统 然后到那个灾区 还有到那个什么 霍兰区还是哪里去 访问 你知道吗 结果两个人的反应很重 就去跟那些人握手 然后其中一个 伸出来 考虑了一下 但是因为 摄影机在拍 还是去握了 握了之后呢 他竟然 把那个手往旁边一抹 意思吗 还有好脏 这就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虽然 讲慈悲慈悲 但是实际上遇到的时候 很多时候真的做不到的 你到医院去 我讲的 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啊 帮助那些老人家 帮帮充大便啊 洗大便啊 去到那边 哎呦 鼻子一定 我不敢进去 有没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啊 是啊 这个就是 真上意料不够啊 所以后面讲真上意料 心力不够强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我知道啊 对啊 所以你修慈悲观的话 就是让你 虽然说你在修的时候呢 没有直接的对 当下没有直接的对 有请有帮助 但是呢 是增加你内心那种慈悲的愿力 越来越强 到最后 你能够在实际上的实践 去帮助他 这样各位 这样 Lora你了解吗 那至于说 地上的菩萨 他们真的用他们的观想 就能够帮众生 那不是我们要谈的 也不是这里要谈的 这样各位了解吗 我们的能力 还没办法到达说 有办法做这种观 然后直接这样子 还没到达 还没这样的能力 但是呢 经典上讲说 我们的能力就是 藉由这样的修行 提升你的心力 到最后能真正在事行上去做 这样了解吗 对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所以的悲心就是 我回来送金回向给他就好了 不是 你要是真正要去做的 有能力碰到你就要去做了 你要碰到的 你做都不做 你要回向给谁啊 这样了解吗 好 好 因为LORA有 你有贴身的经验嘛 了解 实际上这样 所以是告诉你说 真的的慈悲观呢 是 越有这样的观想力 定的力量呢 提升我们的心力 然后到时候 真正能在事行上去重拾 还有其他同学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就是相当于修这个善心 对 形成你一种思维上的一种惯性 对 就是形成我遇到事情 我就怎么想 就是跟那个条件反射一样 我就去 会下一步这个行善举 去 对 就这两个 接下来再配合这个 那力道非常的强 所以为什么说 有些人都能够舍身救人 就是这样子啊 不然一般人是不敢这样子做 也不会想要这样去做 但是也不要以为说 我没办法做到那样子 那我就不好 不是 这些东西都要慢慢训练的 都要慢慢训练 对啊 你讲的没错 就是从思维模式的惯性 到行为模式的惯性 进一步在定中的惯性 那定中那个力量更强 来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接下来 此 诸过去是求乐得乐有 不是 那个 过去是求欲得乐有情之类 就是过去想要求乐的有情 就是说 过去的那些众生我也帮不了 现在的众生呢 我要用这种观想 我要愿意去帮助他 还有未来的众生 遇到的时候 我也能够尽力的 能够尽我能力去帮助他 这个叫做死 也是过30 过去的我也没办法 但是现在还有未来的 我能够做到的我一定要做 但是不是这样发愿而已 而是在定中去观想这样子 这样力量才会强 还有 官代道理 始终都无我及友情求乐者或是娱乐者 这个官代道理有点像什么 像 我们讲的三轮体框嘛 对不对 没有施责 没有施的对象 没有施的物品 这个就是官代 因为一切法都是在官代的 都是在一切法的缘起官代中成立的 那么你必须要这样去理解 你必须要这样去理解 才能跟诸法共相相应嘛 所以他说呢 始终都无我及友情求乐者或娱乐者 唯有租运唯有租刑 对不对 缘起的租运租刑 然后呢 于中假想施舍 原来此求乐者 此与乐者 这个跟属席是不是差不多 也是这样官的嘛 因为一切法官代 一切法缘起 所以一切法官代 作用 持民官 休息多休息 能够断称聚 没问题吧 然后呢 政程 又正寻知足道理 有制教量 有内政制 有比度法 同样的差不多的道理 还有 法尔 又持法呢 成立法性 南施法性 安住法性 跟属席官的意义差不多 所以呢 为 休持民能断称聚 是他法尔如是的道理 不应事义不应分别 因圣解如是 依法尔道理 寻思持民 同样的道理 这个叫做 持民官休息 尋思六向 就是官 但是呢 同样的 还是要一步一步 对不对 从最亲的人 然后观察 他的痛苦不见了 我给他的快乐 然后呢 进一步 他能得到佛法的快乐 就一步一步的去观 必须要这样子做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讲到这里 来 刚才讲了两个这样的修持官 对 我感觉跟那个常诺里面有一个比较相近 哪一个 你说 练符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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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老师 道理谁练符 是我最练符吗 对 对 就是那个 官代道理 是啊 是官代道理 对 是啊 是啊 禅宗如果 其一个念头 念佛者是谁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说 你要做这种冠代道理的前方辩 是什么 一定要有文师的观念 不然你要是没有佛法的基本观念 没有这些观念的话 你一直弄到最后发神经了 所以 重点在于 禅宗讲的那些东西呢 我讲过他是给根基很高的人 但是那些人对基本的这些道理 都一定懂了才能去搞那些 不懂你不能随便那样搞那些东西 你叫一个其他外道的对佛法不懂 来跟他说念佛者是谁 这样有意义吗 谁在念佛 我的本来面目是谁 未生 未生 未生我蛇 我是谁 生我之后我又是谁 如果你对佛法的道理不懂的话 你这样胡思乱想 你就会想出问题来 这样Rachel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所以 他前面都一定有一个前提 文思 对教理要懂到一定的程度 不能随便乱观乱想的 不然那就是胡思乱想 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道理 有没有什么道理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问那 咱讲到这个地方 实际上前头讲的那些道理 就是把之前的那些看完的话 实际上 基本上就是文思和 修 和修 文思这两步都已经达到了 对不对 你说 你说要开始做这个的时候是不是 对啊 它的前提条件是 你必须要有文思的 那已经 文思的内容你能具备 文思内容具备 程度还不够 对还得再翻来覆去的 当然啦 翻来覆去 不单只翻来覆去而已 不断的欣喜听经文法 对你要养成文思会 几个啦 第一个 你一定要不断的听经文法 不然你怎么养成文思会 因为你听经文法才能熏习 不断的熏习 第二个 你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 把文思的这些 把学来这些东西 不断的去应用 你的观念 才会深 而且你才可以纠正一些 观念上的错误 有些你以为你懂得 但是真正用的时候 发现不是那个样子 对不对 所以不断的听经文法 不断的熏习 再来把听经文法的东西 在日常生活中 不断的去应用 这个叫做行为 日常生活的熏习 再来 还不够 要有一些宗教行为 诵经 礼佛 这些全部都要有 因为这些是强力的辅助 只有在三个三管 再来的还有 当然就是宗教行为上 还有 比如说 还要打坐 这些 指观这些多少要做 我有在这样的三管齐下之下 你才能慢慢养成文思会 这样你 师傅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那就是现在咱们闻的 够多吗 不够 还不够 不够 就是成活之道和那个 咱们讲那个 解身力叫麻辣 还不够 因为 成活之道 他讲的已经是佛教的通篇的根本道理 但是呢 这个通篇的根本道理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 绝对不够 因为很多人呢 过了一两年 回来再听 发现听的东西一样 但是体悟不同 这样你知道吗 那如果你能够 尽可能的在不同的尖教 但是不同尖教你要有次第 你不要有些尖教的次第 他不要生你不要跳上去 你要一步一步的尽量广学多文 然后呢 对佛教的供奉道理 你会越来越深刻 这样子 有没有回答到你问题 比如说 你有时候 国小教的东西 到了 高 国中高中在教的东西呢 有时候 并不是说完全不同的东西 只是说 他讲的更深 更细 而且有些东西 给你不断的印象 所以师傅会鼓励说 多听经文法 但是多听经文法 不是说 我学了很多这样 而是说 在不断的不同的尖教上讲 学学学 学到最后抓住 活教的 他的根本的要义到底是什么 这样 要明白嘛 所以说 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 师傅 一出家就摸这些尖教 弄了二十几年 那还是不够 但是师傅敢说 我的观念 绝对比 那出家的东西 或是出家两三年的观念 绝对更清楚 印象跟声歌 能够掌握的道理呢 能够更精确 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 可以 其他同学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 不要听经文法 是一辈子 绝对是一辈子的事情 不要以为说 那个我听过了 没有所谓听不听过 只有所谓欣喜的 一个熏悉的程度 到底怎么样而已 但是呢 你如果把成果之道 弄通了 就是说 基本的道理 你会知道 但是深度还不够 起三绝 巡师六世 起三绝 哪三绝呢 例六世差别的原因呢 是因为 语意绝 巡师语意故 可以取语意绝 什么样呢 让你了解道理 巡师语意 可以让你了解道理 而且对道理呢 有更深透 更深刻 更深刻的印象 还有 世编剧诀 巡师 是 有没有 还有志向 有没有 我们也是不是讲 世编剧 对不对 起世编剧诀 了解诸法的志向 了解诸法不懂的特性 然后呢 以诸法不懂的特性呢 做一种观的训练方便 还有如实诀 巡师共相 品识还有理 可以起如实观 了解诸法的 共相 如实观 还有如实诀呢 是可以断烦恼的 如实观 巡师共相 还有它的品 品呢 是在转二向上 对不对 实呢 也是在转二向上 但是这个理 跟共相呢 是可以断烦恼的 所以叫做如实诀 叫做如实诀 好 我们讲到这里 下个礼拜呢 很快 很快 时间很快 下个礼拜我们来讲 随顺修行止观 好 那么我们先来回向 愿以此 состояни 节目